歡迎收看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大家好 我是陳明君 今天國際間的頭條 拜習會在印尼正式登場了 有沒有機會 為中美這一年多來的紛爭 稍微劃下一條紅線呢 但台北股市先炸裂演出 這一波第一年以來 談了一千五百點了還不想休息嗎 哪個族群還有機會談呢 請教專家啦 首先歡迎的是冠軍操盤手 楊雲祥 翔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曾芬醫師 謝忠霖 忠霖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曾芬醫師 王映亮 阿亮好 明君好 大家好 股市更生人 陳建如 余農好 明君好 大家好 好 看到為什麼今天台股這麼強 談了一千五百點還不想休息嗎 美股強 台股續強 而且上個禮拜 車電股的特斯拉 總算看到了止疊機箱 但是不要高興太早 特斯拉在中國被圍毆 怎麼一回事呢 但它的追兵好多 包含了中國的汽車品牌之外 還有我們的鴻海MIH 董事長劉洋偉飛到G20了 東南亞趴趴趴照 搶卡位跑客戶 商機怎麼看呢 我們從這個特斯拉來觀察 我想先請教鍾林哥啦 哇 特斯拉最近大陸事情好多喔 我們上週講 它的產量 超過了訂單量代表庫存增加 不只如此 安全現在大陸也受到了很大的質疑 沒錯 我們必須先講 現在特斯拉已經不能代表 整個電動車產業 為什麼 以前不是說 特斯拉就等於電動車嗎 現在不是 因為百家證明 現在什麼老舊車廠 什麼BMW 賓士 這些老舊車廠 現在全部是什麼 都全部跨路電動車了 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這是廣東的特斯拉的部分 它怎麼樣 這個車主本來要停車 後來發覺要停車的時候 不是要踩煞車嗎 他發覺煞車纏不下去 好可怕 纏不下去 趕快按什麼 電子手煞車 那個P給它按下去 結果發覺也不會停 不會停怎麼樣 他就把它繞出去 繞出去沒多久 車子怎麼樣 暴衝 198公里 這次完全沒有辦法 踩煞車的狀況 煞車壞掉了 然後車子暴衝190公里 整個往前衝 然後最後怎麼樣 最後是撞到一輛大貨車 它才停下來的 車子都爛掉了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那明君 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有沒有發覺 特斯拉好像三步時 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譬如說這次上禮拜對不對 之前是不是那個林志穎 我們小旋風 對 他那個車子怎麼樣 開自駕 結果撞到那個橋 那個橋墩 對 就是也是 好像都會這樣子 假如這樣的話 你覺得看到這種新聞 車主要買車的時候 他會不會想說 我感到真的要衰 我可能會買到那種有問題 對 會擔心 對 因為他的自家系有問題 所以在10月份 剛公布的這個產銷的部分 你可以發覺 它的庫存怎麼樣 它庫存 這個產量比銷售多出 1萬60002台 這波缺特斯拉 蠻少見的 對 沒錯 通常都是訂單追著產量跑 對 以前特斯拉 再怎麼爛 再怎麼壞消息 我們都不用跑 為什麼 因為就很多人在排隊 但是當你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排隊人不見 沒人排 對 第二個 第二個 中國這邊 因為它一直在封控對不對 所以這封控的部分 可能影響到汽車的銷量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2022年最新的這部分 這個月10月份的時候 只剩什麼 6.9 延增6.9% 對 也就是說什麼 在之前都是40% 20% 結果現在出來只剩這樣子 那只剩這樣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說中國的市場開始在降速 然後特斯拉的部分 中國的市場可能 中國消費者可能有點不太買單 不太買單 那馬斯克一定要想辦法 有幾個原因吧 對 因為這個庫存 這個庫存很恐怖 如果說你這個月沒賣好 下個月又開始的話 你庫存會越來越高 所以馬斯克想到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什麼 賣到美國去 賣到美國去 對 因為就中國的部分 其實中國的成本還是低的 可是我想問中林哥 因為不是說 美國在挺本土的電動車補貼法案 那他賣到美國去 他就沒辦法補貼 可是他認為還是有利可補 對 沒辦法補貼沒關係 因為我的成本是低的 美國這邊基本上我可以賣高價 所以我還是可以賺錢的 第二個 你記不記得之前特斯拉在充銷量的時候 他是不是降價對不對 對 一直降 Model 3跟Model Y 那時候分別降了8萬跟16萬人民幣 這一次又要降了 這一次降下來基本上多少 基本上降就是 可能兩個再降4萬塊 所以如果我是車主我想買 我一定等降價 所以才會有庫存 對 因為你庫存多 你一直降價 所以很多車主 對特斯拉有興趣的車主 就說不然我再等等看好了 你這樣一等下去 基本上怎麼樣 基本上銷量就跑不起來 對 那也就是 就中國不能遇到這個狀況 但是特斯拉降價 你覺得中國車廠會怎麼樣 會怎麼贏底 對 說真的 跟著降嗎 你在怎麼降 你在怎麼降 其實你說真的要降 比中國車廠低也不容易 而且中國車廠現在沒空理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 新的南海方向 新的市場叫哪裡 在泰國 因為鍾琳哥說 這個中國大陸 最新一個月份的銷售量是 年增只剩6.9% 代表他們也認為中國的市場 短線上面說要經濟干擾 成長會受限 那就往別的地方去了 對 就往別的地方走 往別的地方走 往哪裡走 泰國 泰國 對 11月1號的時候 比亞迪在泰國要開賣什麼 Eto San 10月30號 這個你看很多人在排隊對不對 你看這邊寫BYD 就比亞迪的店的前面 沒錯 這個不是在買手機 在買什麼 在買車 買車可以排成這樣 11月1號要開賣 11月31號就在排隊 而且有一個 不知道你還在點光明燈 對 有一個車主怎麼樣 有一個車主他來請假 從青麥坐飛機到曼谷 對 10月30號排隊 11月1號拿到車 11月1號下訂 11月2號拿到車 拿到車之後怎麼樣 因為他請假三天 他就拿到車之後 就開回去什麼 開回去青麥 一路開回去青麥 試性能 當然是有充電 也就是說什麼 這是一個新的這個市場 那除了比亞迪去泰國以外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這一家 MG 對 就是 名字叫明爵 但是其實他的車頭就很明顯 就是MG 台灣也剛剛引進 這個就是上汽的車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是什麼 它有一個I-Smart系統 它可以幹嘛 聲控 我用講的啦 用講的啦 比如說我進去之後 Sawadika 就泰語 他自己聽就對了 Hello MG 幫我開天窗 幫我調溫度 幫我開音響 用泰語操控也OK 對 用泰語操控 而且很妙的是什麼 如果說像這個是一個女的對不對 一個男的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吵架怎麼辦 一般我們都說 可能好好講對不對 我就好話說 Hello MG 幫我開天窗 幫我開什麼 如果說你今天吵架 心情情不會送 我還在那邊跟你好好講嗎 Hello MG 你老實在開天窗 他還是會開 你把天窗開一樣 他感受到你的自憤怒 馬上開 他一樣幫你開天窗 然後一樣會 依照你的指示做一些東西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部分 那新的部分我們就要想 為什麼這些車廠 都開始要去泰國 對啊 比亞迪跟上汽都要去泰國 而且像比亞迪去泰國 其實他不是說只有在賣車而已 他還怎麼樣 他還把產線移過去 他現在過話是2024年的時候 怎麼樣 他就要 連產能就只要15萬台 為什麼 很簡單一件事情 其實泰國 他本來就有東方底特律的這個稱號 也就是說 像之前什麼福特 然後那個HONDA 李尚這些 或者本田的這些 他們車廠基本上都有去泰國 去泰國其實 你可以想一件事 車廠去那邊 他就只是組裝而已嗎 他一定有一條龍上下游 對 他一定有一條龍 甚至他旁邊會非常多的衛星工廠 所以就是說什麼 在泰國這麼多年的經營下來 這麼多舊的車廠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衛星供應鏈 早就形成了 那電動車說真的 電動車就只是沒有引擎而已 換個那個電池而已 跟馬達 所以也就是 我誰先去泰國設廠 我就可以更快投產 沒錯 而且像這個部分 像那個車出口增長部分 像2021年的時候 就去年 去年其實泰國的這個市場是169萬輛 但是其中就有96萬輛 基本上它是出口的 那如果說遇到今年 今年基本上還在成長 還在成長的話 今年是增長到100萬輛 出口會增長到100萬輛 而且泰國政府這個地方 它也一直很補貼 也就是說什麼 你車廠來我這邊設廠 我補貼你稅付 然後我的那個消費者 你擺電動車 我也補貼 對 也就是說其實就這部分 很多車廠都去那邊 難怪你看福特 宏達 豪達 豪達 B&W 都在泰國設廠 才可以出口 對 那你有沒有想過 這麼多車廠跑去那邊 要怎麼吸引消費者的眼光 我帶這邊車 我的車最好 怎麼吸引消費者的眼光 用車展嘛 對 對 那用車展的話 其實車展的話就會有很多的靴頭 一定會有 我基本配備 我想就是Show Girl 一定有模特兒 Show Girl 但是Show Girl說真的 Show Girl現在 在那邊介紹車 沒有時間了 現在Show Girl沒有時間 一定落實 但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這麼爬是怎麼樣 Show Girl 洗車秀 洗車秀 到底是洗車 泰國語2.0進化版 你看那個車子顏色 跟那個冠軍有沒有很像 它現在應該要不要帶來車 對 到底是洗車 它想要去泰國看車展 傻傻分不清楚 也就是這個都吸引消費者的眼光 也就是說就這個部分 當然 泰國這麼大的市場 我們這邊有沒有看到 應該有 我們這邊的鴻海集團 大家也看到嗎 我們郭楊衛董事長 現在仁正在東南亞 巡迴眼球 對 沒錯 鴻海是不是跟那個 泰國的那個PTT集團 有合作一個公司 Hazen Yen Plus 在上個禮拜五 也動途了 這是動途 基本上開始做什麼 也是做電通車 也一樣也是2024年投產 年產人15萬兩 對 所以鴻海的部分 早就跟隨這些大廠的腳步 往泰國去設廠跟布局 那我們看一下鴻海的股價 今天最新消息是 鴻海的劉昂衛董事長 人在G20 是台灣企業家 第一人在G20 秀邀演講 那當然印尼部分 MIH也琢磨布局很多 那我們從鴻海股價來看 先問中林哥 今天達到99.5塊錢 哇 又好多人衝去去買了 長線來看有沒有買對 其實長線 如果說你要看鴻海電動車的話 我說真的 要看鴻海集團的車子 不會看鴻海 也就是看玉龍 因為說真的 兩個持股 鴻海先進基本上差不多差不多 一個是51% 一個49% 但是鴻海的股本是1千3 玉龍股本只有1百億而已 只是車子真的賣得好的話 請問誰會受惠 車賣得好的話 一定是玉龍受惠 但是如果說我們剛從 我們一開始是不是講 特斯拉不代表所有電動車對不對 也就是你電動車的部分 電動車的股價開始有點像 零股價的股價開始有點像蘋果 也就是那種舊的 你不要理他了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像1536合大 1536的合大 老電動車概念股對不對 到現在月線都沒上去 1536合大 老電動車概念股 到現在還是這樣 還在創新低 太扯了吧 大牌已經談多少了 或是說365的茂連 這都是什麼特斯拉概念股 一樣 這個沒怎麼漲 你們覺得這很奇怪 所以你要看什麼 難怪你會說現在電動車 就不等於特斯拉 就不能再以過去的 舊特斯拉概念股 去找一些方向 所以你要看什麼 看有提產 然後目前這在往上的 好 我們剛剛看那六宮骨 基本上怎麼樣 這個股價你有沒有發覺 這個股價都是多頭的股價 它都不是空頭的 也就是說什麼 這個都在創新高 而且都是投信 投信在買的 那如果說真的要看的話 其實我個人認為 像我們講過很多次的茂順對不對 對 茂順 我個人認為其實 它應該是這一季 投信熱揚的小標兵 你為什麼這麼認為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投信 其實投信現在持股它 目前差不多4.7% 一般來說投信持股3到5% 就開始有集結效果 也就是說好幾家投信跳進來了 那開始一家跳進來的話 現在不是準備11月底 開始準備要作帳了嗎 投信作帳最喜歡做這種 有提產然後往上走的 而且它的大澳出貨比 是一路上升 那大澳出貨比一路上升的話 為什麼 我們簡單看 你有沒有發覺這支股票 怎麼會走成這樣子 它是多頭股票 它一定有事情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講了 很多的中國電動車 現在開始往海外走對不對 它會走人家就是 它接到中國車廠 電動車那個馬達的遊風 幾乎都是它的 而且這個訂單 中國電動車車廠馬達的遊風 而且這個訂單能見度是到什麼 到明年5月 你現在去哪裡找什麼 訂單能見到明年5月的 這兩個月 現在是第四季 它現在供不應求 這兩個月基本上還在擴廠 明年如果說接近 我們算整數10塊好了 這個本益比才11倍 11倍的話也就是說什麼 電動車當中算低的 對 然後這個是創新高之後 剛好要到月線 月線都沒有破 然後這一根什麼 這一根就是投信的最大浪區 卡在這邊 所以像這種股票 其實我個人認為 它有可能是投信第四季 可能會索馬的小朋友 那總理跟我追蹤一下 看一下2201的育龍 那今天它的位階跟紅海來比 是相對 差不太多 他們都是沒什麼動的 對 今天這根出量的漲低 那明天它怎麼走 你認為它的多頭沒有破壞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 只要它的一半 應該說 如果說你是看比較短線的話 三分之一沒有吃掉 就是續牆 好 那如果說吃掉三分之一 或吃掉一半的話 可能就是什麼 可能就是短線整理 因為現在籌碼還沒出來 如果說 等一下如果說你看的話 你說看什麼什麼 凱基台北 什麼摩根大通 或是美齡 這種事比較短線客的話 明天可能會增大 但是呢 如果說以電動車來講的話 我個人認為電動車它是一個趨勢 應該還不會結束 好 非常感謝鍾寧哥 今天針對現在這個電動車的新戰場 泰國 好多的品牌都往那邊卡位了 相關的個股 可能你要拋開過去 往特斯拉找方向的思維 有一些新加入的個股跟目標的標的 可以多所掌握跟留意了 另外看到紅海的另外一個大客戶 就是蘋果 蘋果在中國大陸 儘管受到了很多什麼鄭州封城的干擾 銷量下滑的疑雲 不過似乎沒有影響到 他在果粉當中心目中的地位 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戰狼 他的影片在網路瘋傳 他去參加大陸的經濟獎 結果拿了iPhone拍照 小粉紅要哭 Why 因為他是中心手機的代言人 我想問一下阿亮 蘋果這麼強 連這個戰狼都受不了 蘋果iPhone14呢 這個高超的拍照妹率 在經濟獎轉播 而且那麼開心你知道嗎 這看在小粉紅心中有多難過 為什麼蘋果的手機在大陸 就是這麼受歡迎 據說庫克跟中國 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也是他在中國 立於不敗地位的原因嗎 沒有錯 你看這個蘋果魅力有多大 連這個 在中國人心目中的這個愛國英雄 是 他是英雄 對不對 因為他拍很多愛國影片 在中國人心目中 愛國英雄都拿著他的手機 那他只是 這個看到台上劉德華而已 拿出來拍 他的粉絲想拍個照紀念 對 想拍個照 因為劉德華也是我心目中 永遠很像 我看到他永遠想要拍 結果他一拍就出事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蘋果 不是中興 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中興砸大錢 要請吳京來代言 你知道有多紅嗎 他只是傳出這個消息而已 傳出要找吳京代言 傳出要找吳京代言而已 他的這個微博的熱搜 竟然排衝上了第一名 吳京中興手機 對 那的的確確 吳京過去也真的很盡責 都在使用什麼 這個中興手機 他一定很小心 因為你用微博在發的時候有沒有 微博後面會有顯示出 你到底 你用什麼裝置 對 用哪個手機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用什麼 中興的手機 不錯 結果你這一次經濟獎 竟然用蘋果手機 小粉紅受不了 我覺得很大的關鍵 就跟他的形象有關係 因為吳京過去在2008年之前 默默無名 還沒有那麼紅 他拍了他自己自導自演的 這個狼牙影片之後 開始有點紅起來了 最後他接了什麼 接拍了所謂的戰欄 這部戲很紅 戰欄出來之後 讓他聲名大噪 中國幾乎沒有人不認識吳京 後面他又拍了戰欄2 戰欄2的票房有多厲害 各位 是目前來講 中國票房影史上第二名 56.8億人民幣 第一名是誰 只有吳京可以超越吳京 叫做長津湖 57.76億元第一名 所以在小粉紅的心目中來講的話 吳京你是愛國藝人 你是愛國英雄 因為這個戰狼藝或戰狼 演的就是說 你那種大外宣的片 對不對 就是愛國情操 然後對抗外面的敵人 對 連這個 中國的戰狼外交 這個名詞 也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也是吳京來的 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蘋果的魅力 既然大到怎麼樣 吳京都 都毀掉 所以小粉紅絕對受不了 可是大家知道 蘋果在中國真的賣得很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據 好 蘋果在這個 今年前三季的 在中國的營業率 大概達到312億美元 你看一下 騰訊加阿里巴巴 騰訊152億美元 然後阿里巴巴 135億美元 你加一加 都沒有超過Apple 都沒有超過Apple 你是一個外來的公司 竟然比我中國企業還賺得 還要更多 對不對 為什麼蘋果 會有這樣子一個魅力 它到底 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 甚至在今年iPhone10出來之前 有一些不肖商人 打著蘋果的旗幟 去騙所謂的蘋果果粉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你要讓人家夠喜歡 才有辦法騙到別人對不對 所以你看 中國蘋果專賣電商易購網 易連購 這個網站 它打出來說 我便宜大概400到500人民幣 你來買 結果一堆人去買 買了之後 你知道這個電商多好笑 就他收了錢 跑路了 沒給貨 對 沒給貨 而且他還發了公告 說什麼 感謝你們的支持與陪伴 我們真的跑路了 好過分 對 而且他還給這些人一個中庫 你說記住 以後不要貪小便宜 貪小便宜會吃大虧 天上沒有掉下來餡品 所以代表說大家為了想要iPhone 先搶到 這個欲望有多麼的強烈 所以代表中國人 真的很喜歡iPhone 你可以看到 在去年iPhone13這個商場的時候 甚至怎麼樣還引發所謂商場的暴動 你看人山人海全部都人 大家就是為了要先拿到iPhone13 今年來講的話 有人說賣不好 可是今年剛開始賣的時候 一樣 這個iPhone14 一樣是擠爆的直銀店 也是一樣一堆人 所以從這樣子的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蘋果好像在中國 沒有受到任何的一個打壓 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有人傳出來 蘋果是不是跟中國的高層 有做一些協議的部分 尤其是庫克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證據跟蛛絲馬跡 庫克去中國很多次 其中有一次 庫克跟中國簽署了大概2750億美元 這個換算台幣大概7.6兆的協議 就是承諾蘋果會透過投資 以及商業合約的方式 協助中國去發展經濟 以及科技的部分 這個協議為基礎的情況之下 蘋果好像在中國就開始無往不利 台面上好像很震驚的事情 簽協議 合作 訓練 發展經濟科技 對 那的確也可以看出來 庫克他不只是管理大師 他其實也是生意人 因為他知道我做中國生意 我必須要怎麼樣 拜碼頭 那有什麼證據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Airdrop的部分 設定開放給中國所有人 大概就10分鐘的限制 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 Airdrop是什麼 我們在台灣用不用 沒有什麼時間限制 我們都開的較好的時間限制 傳輸出很快 對 為什麼它會限制 但是因為20大之前 北京施通橋發生一件事情 竟然有人掛這個橫幅 抗議習近平 要把習近平打倒 希望習近平下台 趕快結束這個 中國封控的一個惡夢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北京當局是非常非常的震驚 很怕傳播這種照片 很怕傳播 那就有傳出來 有一些反習的訊息 是透過什麼 透過Airdrop來做傳輸 所以蘋果就馬上釋出善意 好 沒關係 你們中國北京擔心對不對 我就會怎麼樣 我限制中國 只有10分鐘而已 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它的的確確 有討好中國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 蘋果默默將中國用戶的數據 儲存在哪裡 儲存在貴州省政府 甚至北京認為說不行的APP 全部下架 大概下架了1000多個APP 蘋果也都配合 甚至你可以發現 在中國What's App 以及Telegram根本不能用 為什麼 因為中國也要求 你不能夠用這些通訊軟體 蘋果怎麼樣 偷偷配合 全部下架 所以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蘋果的確有討好中國的一個跡象 第三個 庫克在當時要打入中國市場之前 2016年 他跑來中國 做了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去拜訪了這個 龍袍的設計師叫做郭培 等等 他去中國拜訪不是去看廠房 看客戶 而且去找這個龍袍設計師 當時其實在網路上 也掀起了很大的一個聲浪 為什麼要找他 因為這個設計師 當時設計的一款服裝 叫做龍袍的走秀 Rihanna穿過 對 他曾經穿過 那庫克就是怎麼樣 他去的意思是說 我尊重中國的文化 好像在跟中國的人民黨 打好關係 我就去拜訪了這個龍袍的設計師 對 好 所以從這樣的情況可以看得出來 的的確確 這個庫克都有在討好中國的跡象 最後一點 你會發現 庫克好像對立訓特別好 我也這麼覺得 立訓好像是這個蘋果的軟肋 因為每次紅海出事 這個蘋果就會比如說 像之前血汗工廠的事件 大力整數 就是房廠 但立訓出事好像蘋果 就比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感覺 感覺有點雙重標準的一個感覺 好 有沒有什麼樣的證據 你可以發現立訓 剛剛之前的薇薇姐也講過 她是庫克最新人的女人 就是那個王萊春的老闆 那她的確很厲害 她以前其實是幫富士康打工的 現在已經發展出事怎麼樣 已經威脅到富士康了 而且你會發現 她就緊咬著富士康 富士康在越南建廠 隔一條街而已 富士康的工廠大門 對 對面這個就是立訓 故意的嗎 就是故意的 所以之前這個 劉洋偉就影射就是說 競爭對手 跟著我到處蓋工廠 甚至還高薪挖角我的人 我走到哪 你就跟到哪 你來挖我 從對面挖我的員工長 對 庫克對於立訓來講 我個人認為也是特別特別寬容 你可以發現今年 2020年的時候 9月份當時爆發了 這個5000名工人罷工事件 你會發現後面 庫克也對這件事情 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甚至在疫情期間 蘋果應該是很要求工藝內 要照顧員工的福利 可是疫情期間 這個立訓沒有去發 所謂的薪水給員工 甚至福利相關給付 庫克也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第二個你會發現 在這個越南的工廠 你會發現 立訓這個工廠的門很小 你要員工上班到工廠裡面 據說要一個小時 而且這個環境也很惡劣 你的高污染的工作環境 據說只給它口罩跟毛巾而已 一些防護基本設備都沒有 照理來講 如果是其他的蘋果工業 以蘋果的標準不行 我訂單我就不給你了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立訓還有辦法 拿到蘋果訂單 所以我就講 這就是雙重標準 那就代表說 其實庫克為了要打入中國市場 他有在刻意討好 中國官方跟中國企業的感覺 可是我們台廠 對於蘋果這商機要不要賺 也是要賺 大家還是要喘 搶 因為蘋果的商機 的的確確是很誘人的 所以相關的工藝來講的話 我們接下來該注意什麼 我個人認為手機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需求量來講的話 大家已經有點疲乏的感覺 有點飽和了 那明年我個人認為 蘋果最期待的兩個題材應該是什麼 好 明年蘋果最受期待的兩個題材 對 應該就是Type-C 好 因為iPhone15傳出來要改用Type-C 就是歐盟要全部改用Type-C 另外一個呢 今年有傳出來 明年蘋果3月份要開始賣什麼 頭盔 頭盔 頭盔裝置 所以我們就以這兩個題材 來做一個區分 然後可以找到一些標的 像今天的翔碩 已經亮燈掌停板了 所以它盤中一度有帶動了創圍 跟所謂的育創 不過這個題材來講的話 創圍跟育創 創圍它也講了 其實明年營收漲化 它其實沒有那麼理想 我個人認為 比較有爆發力到 最近來講比較會動的 應該是在什麼 在整個光學股的部分 你覺得反而是光學股 爆發力比較強 因為現在有傳出來就是說 蘋果這個明年馬上要開始賣了 據說是找這個合作做代言 所以這個裡面來講 重點應該是在這個鏡頭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 郁金光也漲了3.51% 仙金光 陽明光也都上來了 這個裡面我們要怎麼做挑選 我再幫各位再篩選一下好不好 既然是這個題材的話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個裡面要用到六顆鏡頭 比手機還多 我們來開擠一下它 是 六顆鏡頭 對 所以這個裡面來講 受惠的公司就是三檔 所以今天這三檔都漲 為什麼把楊明光給它弄紅色字呢 因為楊明光還有什麼 其他題材部分還有所謂安全監控 安全監控是這幾個禮拜來 非常夯的一個題材之一 這個裡面的鏡頭誰做的 仙金光跟楊明光 楊明光也有 再做一個篩選 就是說最近今天你會發現 氏族相關的題材也很熱 我們上禮拜五在節目當中 你先講 這個做足球鞋的自強KY 我今天超強 基丁老師講 基丁老師說的 對 所以引動了 楊明光它其實是全球最大的 投影機的鏡頭廠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去買這個大電視很貴 85吋幾乎十幾萬以上 現在很流行用投影機看 對 現在很多 投影機我投上去100吋200吋 我有一個白槍就好 所以剛剛講一個重點 基丁老師真的滿厲害 我們看下一張 今天他講的自強 有沒有發現 真的亮燈漲停板 足球概念 甚至寶城也被怎麼樣 帶動上去了 寶城很久沒漲 也讓人漲停板 那楊明光的部分 就怎麼樣 投影盡頭的 如果這個題材在延燒的話 我覺得至今應該會注意到這張股票 這個禮拜四竹賽要開梯 對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籌碼部分 楊明光的籌碼 籌碼 大家知道康永哥對楊明光 應該是最重要的一個籌碼關鍵 康永哥就是康和的永恆分點 對 你會發現 楊明光要看康永哥 對 你看到他最近 他在9月27號以來 這個期間就一直怎麼樣 一路買 就底部他就一直買 一路買上來 所以他還在買的情況下 我覺得後面這個籌碼上來講的話 應該是OK的 另外我們從貨利面上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去年一整年 還賺0.23元 但今年的前三季來看的話 已經到了1.19了 我剛剛講了 你要選擇這個 Type-C還是所謂的鏡頭 Type-C展望明年 這個公司不是很好 楊明光的展望來講的話 他認為明年還有一個成長動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是進可攻 退可守 股價 現在你要找那種低檔 低根上來 我覺得已經很少了 很難了 畢竟大盤都漲了1000多點 對 所以要稍微找他有壓回一下 有機會再上的 我覺得這邊如果再上去的話 是有機會去挑戰這個平台 甚至這個地方潛迫的一個高點 我覺得如果這個平台 在引動的情況之下 這一檔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好 非常感謝阿亮 而且今天對這個 蘋果在中國大陸 為什麼無往不利的秘密 告訴大家之外 也幫大家追蹤 iPhone成長動能區外 可是明年可以留意的是 包含了Type-C還有MR頭盔相關的熱度 跟這個 焦點個股的參考 那看一下大陸最近真的 毛起來救經濟 讓鋼鐵股撿到槍嗎 鋼鐵股今天長什麼呢 長這個啦 雙十一中國的官方加建商 用猛藥來救房市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風控跟輕力影響 經濟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跟干擾 那房市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風暴 但這個時候中國沒有辦法再做事不管了 一定要來出重手救經濟 來請問一下 宇農對這個大陸舊房市的看法 我們先看一下 大陸祭出了史詩級的舊房市策略 強推16條的措施 樓市成交很低迷 所以大陸房企 雙十一有很不錯的方式來促銷 今天鋼鐵大牛漲了 中鋼漲3% 中鴻一度漲停板 海光威智等等也漲 星光鋼 葉輝大成鋼 全部都噴出去了 我想問一下宇農 鋼鐵股的漲是因為 跟大陸舊房市有關係 還是說它位階真的很低 該輪到鋼鐵股來表現了嗎 我覺得兩個部分都OK 但是我覺得第一個部分 它可能佔的比重會更大 就是大陸舊房市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大陸 我們都要騎大陸房市 基本上只要一口氣 就剩一口氣 現在是ICU裡面了 就是說這個再不救 真的是來不及了 所以說其實這次推出這個 舊房市的政策 16條重點 其實它內容非常非常的多 我看不懂 幫我做個重點整理 所以說我們特別幫大家 整理出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它就是擴大建商的融資管道 給他錢 對 以前不給你錢 現在給你錢了 第二個 支持政策新的銀行 提供保交樓的資金 我們都知道其實 保交樓是過去這半年多以來 他們政府的這個 非常重要一個政策 現階段來講 他連資金這個地方 都幫你去做一個兜點 要不然可能很多建商沒有錢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很多的這種貸款 都幫你去做展金 你繳不出去還沒關係 你付利息或者展顏 還有最重要是說 調降了個人房貸的首付比率 和貸款的這個率 其實這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重點 就是過去 中國在針對房市的地方 就是說我只住不吵 到現在送進冷凍櫃之後 我要開始救你了 它開始怎麼樣 不只是救所謂的一個保交樓 它連企業都開始救 連企業都開始救 有一些蛛絲馬跡 大家來看一下 那為什麼大陸 現在開始毛起來救房市 因為經濟遇到了 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們先用語農看一下 大陸的風控清零 到底出現了什麼樣的亂象呢 我覺得這亂象 真是讓大家不可思議 我覺得現在已經 這是第三世界吧 這個叫做群魔亂雨 對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上海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大城市 其實在11月11號 上海11號線 地鐵忽然冒出了火花 大家想說為什麼 好可怕 對 因為其實在這樣一個 所謂的一個 清零政策過程當中 很多的人 因為工作的關係 因為這個所謂的一個 封控關係 沒有辦法工作 直接把你關在家裡面 那造成很多的這個工作人員 他並沒有辦法去做什麼 適時的維護 我懂了 所以說其實在一現在 這是每天的這個所謂的 日營運 每天要來這個運量 大概是要去破千萬 破千萬的人流的 結果發生了爆炸火環 人為疏失 沒有好好的維修檢查 再來就是在12號的時候 又發生了 在高鐵 江西的南昌西站高鐵站 發生了爆炸 這畫面很驚人 不可思議 這都是一線 高鐵站爆炸 不知道還會發生恐怖 其實這也是因為 電線走火的關係 電線爆炸 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其實除此之外 其實有很多很多現象 都讓大家匪夷所思 為什麼匪夷所思 其實就是在黑龍江 其實有個服裝店 老闆他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下午的時候 沒什麼客人 他說大概下午一點點多 就在他的這個 櫃檯的後面 他就在那邊偷睡覺 偷睡覺忽然有人進來說 請問有人在家嗎 他說 滿頭這個淋亂的 穿著拖鞋走出來 請問你找誰啊 他說你為什麼沒有戴口罩 還睡覺啊 幹嘛戴口罩 不好意思 因為你沒有戴口罩 你這裡是營業場所 你是營業場所 你就必須要遵守我的規定 所以 BB舉黃牌 因為四季牌要來了 給你一個黃牌 黃牌告訴你什麼 立即整改 因為你的營業單位 並沒有追守我們的規定 所以說你必須要限期的整改 如果說再發生一次 在足球場上 兩張黃牌叫什麼 驅逐主場 就給你黃牌 對 所以說如果說你再發生的話 就給你一張紅牌 直接讓你的營業場所 直接卸業 這是另外一個 也在黑龍江 對 有一間奶茶店 這個更誇張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簡直是傻眼 是怎麼樣啊 因為正常來說 一般我們在台灣 來到一個服務比較好的店 對啊 他第一個進來說歡迎光臨 你好 一定講歡迎光臨 怎麼了嗎 請麻煩你測一下體溫 對 很有禮道 做一下這個所謂的消毒 幫我消毒一下 那剛好這個機場人到的時候就說 嗶嗶嗶 嗶嗶嗶 你又被開罰 你不能跟我講歡迎光臨 為什麼 你第一個想說先掃碼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進出任何的場所 都必須要掃碼 所以他要先講說 請你先掃碼參獎歡迎光臨 不然就會被罰 對 所以嗶嗶嗶 很離譜 一樣就是限期整改 另外因為現階段來講 很多的地方都不斷在輪流 去做過風控 在廣州這個地方 廣州聽說現在也是在拉警報 對 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叫外賣 買不到吃的 有民眾就在什麼 在水購裡面去抓魚 這已經是很誇張 你剛剛想像 水購抓得到嗎 對 在廣州這種地方 其實我覺得說現階段來講 已經群魔亂舞的現象 這是一個大媽 真的在 我感覺起來好像沒有水 她真的抓得到魚 而且還感覺不只一個人在抓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在風控階段 你外賣叫不到 你家樓下 你做不到 你小區的門口 是鐵鏈把你鎖起來 請問一下你要叫什麼 你要吃什麼 那你唯一能夠生的方向 就是你想辦法去找吃的 那我相信其實 並不是說沒有錢買吃 而是說你有錢 想辦法 都買不到就想辦法 對 好 那我們看到大陸 因為清零封控的關係 經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那現在大陸要來救房市 那為什麼 中國要救經濟 一定要先救房市呢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個所謂的一個 中國的這個房價 我們先看這張圖 這個柱狀體是中國房價 這個所謂年增率的變化 其實在最近期都是 呈現一個怎麼樣 緩波的一個下跌對不對 但是紅色這條線代表什麼 代表消費者信心 當然其實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 就是今年 它忽然出現斷牙式的往下跳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消費者信心指數裡面 細項我們持續觀察到 住房居住這個部分 佔他們整體消費大概在三分之一 那只有住房這個細項 它是呈現一個負增長 是增長負的0.2 其他都是正增長 也就是說其實這一段 一個往下跳 是因為房子的關係 就是因為房子的關係 好 住房信心 那因為現階段來講 整個房價跟融資的一個環境 都知道 因為中國因為通貨緊縮 所以說他們的利率是維持在一個低檔 藍色這條線 但是房價不斷的去往下走的過程當中 它已經造成很多的一個 我講說其實應該是說一個滅頂之災 怎麼講呢 在中國前五大的營建商 基本上都已經白白了 都白白了 我們過去熟知的什麼恆大之類的 比如說像這個恆大 曾經在2017年 在中國排行這個 輔助房門首富的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他的資產有2900億 應該是純幣 對 現在 現在呢 只剩300億 從排名第一 落後到排名第172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台北股市從18000 直接跌到18000 你的身價 這個是大家非常非常誇張的 對 那其實呢 現今來講 他不只是他身價往下掉之外 他已經開始爆發財務危機 因為其實他目前現在負債 大概是高達3000億美金 也就是9.2兆新台幣 所以說他不得不把他在這個 深圳的這個所謂的 原本要做為 總部的預定地 總部的預定地怎麼樣 去做個拍賣 那目前拍賣價格 大概是在330元左右 對 另外呢 除了這個恆大之外 曾經在中國排名前四的 融創中國 融創中國 也很誇張 融創中國呢 因為目前 也是沒錢 對 他今年在這個海外的 這個所謂的一個違約部分 已經高達148億美金 那現在來講 其實這個新聞他在講什麼 融創中國因為沒有錢了 他必須要去做保交樓 要有資金的這個動作 他怎麼辦呢 他在這個中融信託 有共同去發行所謂理財產品 那有去做一個所謂的一個抵押品 然後把錢壓在那個地方 他直接去那個地方 把保險櫃給撬開 撬開來 把大小商全部拿走 然後把公司裡面賬上的15.6億 全部轉走 轉去什麼 轉去保交樓的賬 直接搶錢耶 這非常非常誇張 這個簡直像沒有王法的一個一個 好 這是比較不良示範 但是也有一些建商 很努力的賣房子出怪招 對 這就是其實我們在講 就是現在來講這個 我們都聽過買房子送院子 對 之前講的買房送院子 我們節目當中 那時候引起很大的迴響 那現在不用買房子 還可以送什麼 妳直接買院子我送妳 妳直接買院子我送妳 買院子送房子 院子的單價應該比較便宜 現在在河北 河北這個地區 南彥湖旁邊 非常好的一個地段 獨棟的別墅 將近1000坪的這個院子 這南彥湖很漂亮耶 獨門獨院 院子前面 院子是房子的三倍大 妳現在只要買了院子 我就送妳房子 好了 這個地點 我覺得院子大比較重要 房子還好 所以OK 我可能會買單 好 那來看一下 這個中國舊房 能夠帶動鋼鐵骨嗎 羽龍哥看了幾個 原物料的表現似乎有影 對 我想其實我們最近在觀察 這個所謂的一個產業結構 其實現在看財報其實都不準 為什麼 因為 今年以來這個景氣的滑坡 其實造成很多財報都已經失真了 那我們要看什麼 就是看整個產業鏈 它有沒有開始出現一個複數的現象 那我們現在看期貨報價 比如像鐵礦石的這報價 在最近期的一個報價 從地點漲上來 已經漲了20% 漲很多耶 鐵礦石漲了 好 那鐵礦石要做成鋼鐵之前 要用焦煤去燒它 焦煤也從低檔往上漲 漲了將近20% 另外我們再看看羅文鋼 就是要做這所謂的一個建築專業 也是一樣 從低檔漲上也漲了將近10% 比如說其實從上 中 下 都開始去漲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 如果說這一波中國舊房市 是政策真的出重拳 要來舊房的話 那我相信其實中國的房市 會一波融進 好 那鋼鐵股就有機會 對 所以說我們回過頭看中鋼 中鋼其實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它的股價在最近悄悄的 除了一個底部的時候 開始往上去做突破 今天突破了這個短期的一個反壓 均線對不對 對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其實 外資不是今天才買 外資已經也買了五天了 就代表說春江水暖 外資先知 對 有人先知到 那麼也就是說 如果說中鋼開始去做發動的時候 大家就會思考 中鋼洞通常整個鋼鐵股 小支都會洞得更厲害 會非常活蹦亂跳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樣 今天也相對強勢比像大神鋼 大神鋼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張比較圖 我們先比較一下 2021年的1月份 到2021年的3月份 去年的時候 對 那我們去比較什麼 比較它跟現在這一次 大戶它在幹什麼 比如說在當時 2021年1月份到3月份 當時持有800張以上的 我們定以為大戶 好 它的整個所謂的人數怎麼樣 偷偷的在這張去做 往上去做增加 那散戶呢 就是400張以下持股的人 就一直減少 不斷的去做減少 代表說 大戶在吸仇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就漲上去 我們先賣個關子 先賣個關子 這個不算什麼 我們先賣個關子 好 回過頭來看這一次 從2022年的9月份 到現在11月份 大戶在幹嘛 也在默默增加 大戶不斷的再去做增加 籌碼動作 散戶在幹嘛 散戶不斷的再去做賣出的動作 好 我們金屬這兩張圖 好 金屬它的價格 當時是在25塊到30塊左右 現在40塊左右 好 我們看到下一張圖 好 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 好 當時看的價位在哪裡 是在這個地方 25塊左右 25塊到30塊這個地方 它漲到 漲到了62塊 代表說春江水暖 絕對有人先知道 那我們回過來看到這一次 這一次它在這地方去做一個鎖籌動作 會不會跟上一次一樣 我相信其實這個大家可以 就有中長性來去做觀察 好 非常感謝余農 今天針對這個中國大陸 雙襲之後 政府毛起來 舊市跟舊企業 看到鋼鐵股今天動了 跟這個政策有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多做聯想 但如果大致的中鋼 開始表態了 小型的小鋼炮 可能會走得更加的激烈 大家看從大盤來觀察 大盤還可以跑多久 今天利空不跌股 貨櫃三雄表現非常的強眼 長榮 大家鄉民都在討論 年中要狂發60個月 那傳產府除了鋼鐵股之外 有沒有辦法年底拼補漲 那誰最強呢 請問一下這個翔哥 我們從大盤先來看 大盤感覺這一波漲1500點 好像沒有要休息的意思 今天還在漲盤盤中一度大漲 超過了200點 中場是漲167點 收在14174 可是量依然是有2500億元之上 上週五外資大買400多億元 今天繼續買 今天外資買超377.8億元 外資在求饒市的回補嗎 那台股靠著台積電收復季線 上漲百點站穩萬四了 兩個重點訊息 一個是從國內的部分 黃天目主委說 進空力退場不到時候 那基本面 就跟狗跟主人關係一樣 狗會跑來跑去 可是台股表現符合期待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今天開場講的拜期會 班晚進行雙邊論壇 有助穩定雙方的關係 他們一穩了不潮了 港股先漲了 那科技股大漲台北股市 有沒有機會繼續漲呢 我想問一下翔哥 我們從大盤的K線來觀察 台股站上季線了 我可以定名為它正式翻多了嗎 因為從年初點到年尾 大家都快受不了了 年底可以趕進度嗎 我先講一下 你剛剛講到國內 這個主委 主委說的 狗會跑來跑去 那隻狗真的會跑 對 真的非常會跑 快跑離主人身邊 下坡已經跑了6000點 現在上坡又跑1500點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說 確實就是說 台股這一年來 它的波動是非常大 好的一個地方是說 你有沒有注意看 其實從大概三月份到現在來講 這條季線幾乎都沒有站上過 沒有辦法有效站上過 今天來講 其實禮拜五那一天 基本上你會發現說 它已經怎麼樣 正式站上季線 這是一個好的一個現象 因為以這樣來講就是說 確實它就已經就是 有一點翻多的一個味道 為什麼不講翻多 就是說以這條季線來講 我上下會多加個一個百分點的落點 就是說如果越過以後 基本上這個季線來講 這個位置點等同壓力變支撐 壓力變支撐 對 所以你看發現說 在接近1萬4左右 感覺就已經怎麼樣 有一點開始支撐 所以壓力變支撐的話 如果大盤回落到萬4附近 反而是可以找切入的機會 對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一個機會點 好 那大盤的觀察 上禮拜四 翔哥來我們節目當中 特別從這個 與季線關係過大的個股來找機會 當時我記得你 特別提醒大家要看長榮 很厲害 長榮連續幾個天 這個都是呈現大漲的這個表態 今天收在155.5塊錢 先從這個新聞角度來看 就是前三季海賺3000億元 長榮年終挑戰60個月 有人算一算 最幸運的員工是誰 就是不是老人 是新人 在2019年2020年入職的 20年領10個月年終 21年領40個月年終 加10個月的年終分紅 今年如果再領60個月傳出來 做三年底10年領了120個月 很多網友都怒了說 員工那麼好 股東表示咕嚕咕嚕 根本真的發18塊是打發乞丐 真的講就是股東真的要咕嚕咕嚕嗎 短線上面有沒有反彈的機會 因為儘管運價是續跌 可是美西重要的運價跌幅收斂 不過也是要小心 因為有線上的貨櫃物流平台業者說 貨櫃太多 幾散場都滿出來了 我想問一下翔哥 我們從長榮的角度來觀察 到小電視這邊來看 為什麼上個禮拜翔哥會認為 長榮有機會做反彈 這一波可以反彈到哪裡去呢 基本上我覺得說 剛剛明俊有提到對不對 確實運價一直在跌 事實上跌的最兇 應該是一兩個月前 運價是那種斷來式的一個跌法 其實最近收斂開始以後 大家就覺得說這個利空已經怎麼樣 大概已經就結束了 大家覺得說開始有收斂 就是一個利多的一個開始 確實其實也不單止是 這個消息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我們可以救長榮 我今天帶了一張圖 救長榮來看 你會發現說其實從長榮 你看這個落點就是它的一個 我們講說這個疫情過後的 一個起漲點對不對 從十幾塊一直開始飆升到 兩百多對不對 那其實你會發現我今天是把 它用一個所謂的一個 股價淨值比 股淨比 也就是說以長榮來講 它過去呢 過去在還沒有飆升之前 其實它的股淨比落點 就在大概一左右 也就是說跟淨值是接近 因為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大的一個景氣循環股 對不對 那你可能用本益比不適合 可是用股淨比來講 會很合理對不對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會發現說 長榮現在是多少 目前來講是一個0.59 它目前的股淨比是0.59 因為它的什麼 它的一個淨值是在255塊 從這個所謂的就是 減滯之後255塊 現在股價是150幾 也就是說 你比這個淨值來講 還低於什麼 股價還低於100塊 對不對 對 以它今年來講 預估人家說賺了 一倍賺了100多塊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說確實它的股價有被 我們講感覺好像被低估 因為就股淨比 因為你發現說最高的落點 PB在6.51 那我永遠想過 我們不可能拿那時候 最高的PB來看的話 對 那我到底是要用回到1的這個 這個水位去期待 還是說以過去0.69左右的 這個水準來期待呢 我們不期望是現在來到1 因為未來的情勢不清楚 可是至少說它過去最低的落點 在0.69 那現在是0.59 對 好 那我們從這個K線型態來觀察 剛才翔哥從本股淨比的角度來看 過去平均是0.69 目前是只剩0.59 所以有一點點落後 還是有向上反彈的空間 那從K線的角度來觀察的話 這一波可以談到哪裡去呢 除了從股淨比來看 技術線型方面 有沒有一些方向可以掌握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這個一倍的落點在250幾塊 當然我們預期不用這麼高的情況下 0.69大概在這樣的落點 大概在接近180左右 這是0.69的一個倍數 那現在是0.59對不對 那可是也就不能就光PB來看 就是說上次我們提到說 其實就以大盤來講 目前已經大部分都穿越季線了 對不對 所以它落後季線 對 季線還在170左右的一個落後來講 我覺得說它可能 搞不好這個反彈的滿足點 還不太夠 可是事實上它是從130幾怎麼樣 就噴上來 噴上來的 對 所以可以試著去找這種航運裡面 因為它落後對不對 有沒有機會彈上來這些股票 好 我們先從長榮來看 從130幾塊就向上反彈 這個股徑比0.69倍 翔哥畫出來 大概在180幾塊左右 那季線位置可能在170塊左右 所以第一關可能看看 有沒有辦法先攻上季線 畢竟大盤已經攻上去了 那台積電也要攻上去 可是你剛剛講一個重點 那還有沒有什麼航運股 位階可能大概就在長榮之前 起漲的這個地方 有機會向上往季線來挺進呢 其實除了剛講這是貨櫃的一個部分 其實散裝其實這些也已經 大概很多都已經落底了 剛剛雲南說 什麼鐵礦砂 焦煤 螺紋鋼都漲上去了 那想到大陸鋼鐵牆 一般會講鐵礦砂開始以後 散裝大家就可以有預期性了 其實散裝很多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也都落在什麼 它的股徑比一樣 落點多多在1以下 對 尤其它你看它基本上 很多股票像世衛航這一支 它前三季的EPS已經達到5.49 前三季EPS賺了5.49元 可是現在來講你看 它股價才20塊多 20幾塊 確實就是說 以這樣的情況下來講 股徑比落為1以下 我覺得說它也是有這樣的預期性 加上說這樣 在季線有沒有之下 它是剛怎麼樣 剛反彈 對它來講是剛反彈 數位行剛反彈 因為以長榮來講 它是稍微噴出一段 它是一個剛反彈型態 最終還要看一點 就是說因為它的一個股本 也比較小一點 所以就它來講 今天是創下 大概是過去的量的一個 以均量行為 搞不好四倍到五倍 對 翔哥之前有說 要看它現在的預估量 或成交量 是過去均量的四到五倍 感覺有人在卡位 沒錯 所以以這樣的攻擊行為 然後帶上說 剛講的就是股票比較低 然後這個 航運這個族群 最近剛好在熱的情況下 我就有機會做一個比較 落後補長的空間 那第一關就先往季線來靠季 可以坐 好